那在这个时间呢大家赶紧打开客户端 哦打俩穿了CDK 有人下来了 有人跳下来了 跳下来就惊喜 G 给他着急再爬上去 感觉这三把米拉玛HQ打得很难 这75的位置是被人捡出来的 考虞将Ruler给喷倒了 对那已经锁定了 有队友啊 可以服 你有在楼里面是听着脚步声的 这头顶上的枪线 响路gaming的枪线 听到脚步声在楼上 要打一包协同了 找了一个非常贵位打一个 但是SMS这边有补枪的 75直接带走了对手 哎呀圆锦的枪线是哪的 干扰了一下自己 很气 啊准的没问题 报仇报仇就你这个老六 还留着摩托车 行换回来了 甚至差点给烦打了 这真的 给了一枪头啊 看你吓一跳 三头WCG几个兄弟一起抽吧 兄弟怕不忌 都来都来 哇 这在 最后 他犹豫过来 他对于这一侧 人员的一个布置 不是很多 EV1的一个battle 小冰蛋的行量不是很多 但是马云东的补枪 少爷直接被放到 嗯 顶住了 这样潘多拉能拉位置的 嗯 可是周围的邻居会越来越多的 留给他们的作战时间 并不是很多 潘多拉 这边也是这个 Jackin在拉队友 所以得需要有一个兄弟过来 进行一个 火力上面的支援啊 Jackin的出伤 马云龙也是直接被击倒 拉出来反应速度很快 小叮当 原点的枪线一直在干扰 ACG 哎这门是谁开的 关的 这门是自己把自己关 好像是稍微急了一些 这个手顶快了 门是开着的 他自己开的 对对对对对 急了一些 但是有惊无险啊 回到这个马碰当中 江中状态也是给打了起来 嗯 另外一侧 RBS直接被淘汰出局了 转移的时候被做了 对被添路 打结了 这个房缺 呃 刚好能抽到 很尴尬 又倒人了 小佐想要出来丢道具吗 还有吗 看不到头盔 很急 爆了闪 对白到了 没关系 但对手走的这个声音 小佐不知道 他又回来了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三个 三个 一打一 扭头直接洗了拨头 哇 还好还好还好 还好下一等 你劝 认你劝 是的 New Happy也在等 外围的分数啊 先给打掉 捷宝是想上房顶了 他们主要是从这一侧过去没有发现New Happy的这个站位 嗯 他的操作都挺大胆的 嗯 他从房子外面去走 而且啊 对于New Happy这边的 看他们两个现在身上的烟雾弹的数量多不多了 这就是小龙给命的分类啊 就直接开车去拉一个枪线就好了 拉到背后有掩体的位置 这天路也听到车声了 知道 在拉枪线了 但没办法 真的一点点操作空间都没有 特别又拿两个淘汰 今天特别应该是有希望能上这个 操作空间其实很大 嗯 三进四的机制导致了 这位置会被踩一点 啊 又被烧着了 这个小房子太致命了 全是提前枪 还有一颗雷 啊 ACG 马卡巴卡的枪线 帮了一手 突破口 直接被打掉了 这咋办嘛 真没法玩 种恶鬼 看看是谁 先盲喷一波 喷到锅上了 啊 没关系 再混 但是被被刺了 这就是 经验丰富的十二月 是的 烟没散 我就一直在烟里边猫着 这是联赛拿过MVP的男人 一倒 那么我会直接往前面去冲一波 找找机会 牛海皮满边啊 道具也多 处理起来 大仓其实更好处理一点 最终一颗雷是成功的把XCG淘汰了 那上一两兄弟的仓里面位置已经被锁定了 男男还上了房顶 这是捷宝很想去的地方 嗯 换神也在丢雷 两个队友拿枪 往前去冲 锁了一个的位置 直接下来了 因为队友已经到近点了 房顶不需要了 哎呀远点再抽只能回来 回来以后又吃闪 一喷喷倒了 后面补枪的队友呢 第一时间没有进来 这个白啊 两个人都白到了 还白了队友 最终还是没问题 可惜啊 牺牲了一个队友 因为市区的房子很好 其实真正的卖田才是最后决赛圈的归属 是的 你看这一波翻车 就导致整个节奏被打得大乱 没办法 救不了了呀 是 哎进坑里有点危险的 但周品炎侧面的一个出前二次倒地了 别给补了吧 这位补了血亏 哇又倒一个 哦 小路给命 这波拉枪先拉崩了 用命救兄弟 一直在被混 哦 这混淹还混倒了 G 没空这把大杀器 看看你能不能把队友救起来 这小路给命要是都给在这儿 他这个位置是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堡垒 上来丢雷了 哦 天哪 我的妈呀 这波 亏出 非常的多的 GC来了 很热闹 低高打击 实际手和速九都是直接被放到 就是小五弟弟一个人了 趴下直接一波 硬着头皮的反打 加上远点的出枪 男男是帮了一手 这个时候可以服队友 这实际都蒙了 刚才 Nu Happy有架枪的 这是TMA的枪线在帮忙 哇 GFW来了 这是他唯一的机会冲这个坑啊 轻松 是的 直接拿下 Nu Happy还没到位呢 本来想过来丢雷 好武功 哎呀又一盒怎么办 哎又躲掉了 哇又躲掉了 但是远点五六七的一个出枪 换神直接被击倒 躲得了雷 躲不了枪啊 是的 这边战斗一响 那TMA的注意力就被拉过来了 而于从生 男男的出枪 小海直接被击倒 这个位置要往下爬的话 容易被补掉啊 练过林波微步的男人 秀 北齐了呢 那不就是另外一个画面了 对 看看 主场 家门口的DDT 怎么去做全形内的判断 来了 审判时刻 阶段7 给了7FY 这个信息 DDT好像蠢蠢欲动 DDT再看马路对面的红仓 有没有人 侧面WCG不忍了 折我半天 没位置了吧 要丢雷了 这是Small CC 跟577的集火雷 看一下效果 再来互换 反而WCG掉血更多一点 正面铺好了所有的烟 防止有老六 112 发力 577直接被放倒 TMA在禁点是一波3打2 但是牙匹这个側翼是直接被M200给找到了机会 直接连打逮捕 M200 突破 过人 没有头盔 正面硬顶 是的 水塔好像又不敢上 毕竟远点的麦田还是有其他队伍的枪线的 嗯 一枪头就倒了 是的 200也是直接被Lulu给放倒 但于从事 577直接被扶了起来 DDT开抽把了呀 药还没打 又被二哥的一颗雷给炸倒 圈来了 来不及了 先溜吧 有两辆车 去下面找个份 嗯 最后一搏 是 正面挺能顶了 没有犹豫的空间了 阿桃木还是稳住把周平安收下 嗯 场上文艺满边 DDT踩到了高点上 今年想要出来把Small City处理一下 但112和Lulu贴的这个点位 对于DDT的侧面还是有一定的威胁的 是的 DDT最好的方式就是从这个TMA这一侧去打 是的 伴随着高淘汰风险是一定也有的 嗯 扣的倒地的位置 队友快 接一下 现在前面 还是走了这个底坡 底坡下面确实还能走 是的 底坡只能 哎 倒人了 112 扣的 这时候他居然把阿桃木击倒了 瞬间 611只能走 过点很危险 911没看到他 小鹏出枪 露露倒地 就是911这个位置 太致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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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需要换子弹 是的 正面已经被扶起了队友 这一波没有退路可言 DDT只能硬冲 而这边在打DDT的时候 TMA那边刚好是将队友给扶了起来 二打三人的枪法了 被锁在坑内了 是的 这个燃烧瓶将露露给烧着 露露燃起来了 血量太低 最终让我们恭喜GFY 在这一局9个淘汰成功吃鸡 这决赛圈里面三支队友都在前打 就不管怎么打